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秋豆每年都要豆 那秋豆豆什麼 秋豆就是豆不公跟不義 我們都沒有感受到 這個經濟成長 是放在我們的身上 對不對 對 豆才能讓社會進步 豆才能爭到平等跟公平 藍綠無難 全民搖頭 全民搖頭 藍綠無難 全民搖頭 連續兩年 我們創造了這麼高的經濟成長率 可是我們的薪水 有加薪嗎 沒有 我們加班費討到了沒有 沒有 我們卻看到 2008年的金融海嘯經濟危機 居然還沒有過去 馬上要實施無薪假 對不對 所以 今年的秋豆行動 我們要向無能的藍綠兩黨搖頭 11月12號那一天 台灣的勞工團體 環保團體 農民團體 性別團體 還有我們的反坡前的團體 會一起集結 我們要求所有在這個社會上面 我們呼籲所有在這個社會上面 對社會不滿的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走上街頭 一二台道 我們一起鬥陣相平 改變這個社會 我們目前的政府的政策 不管是藍或是綠 都是用非常多的政策的優惠 在給這些資本家 在做開發的圖利 這些資本家遇到問題的時候 政府就給他們補貼補助 可是這些補貼補助 有回到勞工身上嗎 沒有 有回到環境身上嗎 沒有 所以 我們今天要在這邊說 接下來不管是秋豆 不管是所有的社會運動 我們接下來都會繼續走在一起 對這個政治體制 經濟體制 發出最大的怒吼 從去年到今年 到現在問題根本就沒有解決的 土地徵收爭議 還有搶水爭議 都在在顯示出 我們現在這個政府 他嚴重的向財團傾斜 財團要賺錢 可是成本是全民的負擔 有租稅優惠 有水電的優惠 還要徵收土地給他 政府還要用法律幫財團護航 讓財團可以繼續搶水 搶地 財源 減薪 現在農民跟勞工 已經不只是被壓迫了 連飯碗都要被打破了 我們要在這邊明確地宣誓 工農鬥陣反吸血 要讓政府跟財團 明確地聽到人民的怒吼 也許我們的身分 跟大家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 在這樣一個秋鬥的現場 我們台灣所有 認同社會正義的人 是聚集在一起的 不論我們的性別 不論我們的性身分 今天 台綠兩大政黨無能 就不應該繼續領人民的薪水 對不對 對 今天我們拿出一張 要給馬英九 和吳敦義寫的 吳信家同意書 我們認為 就是因為政府統治的無能 才讓勞工 才讓這麼多的弱勢人民活不下去 我們這一張 吳信家同意書 要跟著馬英九 吳敦義跑 要跟著所有藍營跟綠營執政的縣市政府跑 哪一個縣市政府實施了無薪假 哪一個縣市政府沒有辦法救勞工 讓企業實施無薪假 我們就要他把薪水拿出來喔 政治要民主 政治要民主 經濟要公平 社會要正義 所有藍營 所有藍營